全世界这三年多来 因为新冠病毒产生巨大改变 为了对抗它 全球顶尖医药人员纷纷投入疫苗研发 但目前看起来 疫苗在体内所产生的抗体持久性并不长 因此现在学界医界都不断向方设法 找寻新的预防或者治疗解方 这可能就是送进去 然后细胞有些死亡这样子 在甲乙基督教医院里的研究室当中 专业医学中心副研究员方琼瑶 和密尿科医师沈正黄教授 讨论着显微禁煞的细胞实验研究结果 医师沈正黄带领成大高一大中正大学团队 共同研究核甘酸干扰技术 证实了确实可以用这项技术 来抑制新冠病毒复制 进而达到预防或治疗效果 冠状病毒跟我们细胞融合的时候 就把那一个它的RNA 把它核甘酸送到我们体内 送到我们细胞里面 我看这个我这几年都是做这个 所以就大概几天想到方法 去克服这个病毒 能够抑制新冠病毒复制的关键方法 就来自核甘酸 核甘酸是组成DNA和RNA的 基本结构单位 团队利用小片段的核甘酸干扰技术 制造出可以干扰新冠病毒复制的RNA 核糖核酸 也就是因为外形像是小法夹 而被称作的小法夹RNA以病毒外壳当作载体送进细胞中 发现确实能够有效含病毒的RNA互补成为双骨 进而脏解mRNA 以致病毒的蛋白生成以及复制 利用了另外一股我们合成的 我们送进去细胞里面的一个很短的单股的RNA 跟新冠的这个RNA 它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这个新冠的RNA就会被降解掉 那这样子它就没有办法再制造新的病毒出来 那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们现在叫RNA的药物的概念 现在目前全世界正在推这个概念 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技术 病毒量高它才有毒性出来 对啊所以你如果抑制了它就不会复制 不再做下去了 它这个病毒量它指代就不出来 它的儿子子孙就没有了 它就不会再传播了 这项创新突破已经获得了国际期刊Viruses的登载 但回顾过去的研究时光却是十分辛苦 要研究流行病毒可不是一般的实验室就能做到 必须在操作危险性生物安全等级的P3实验室里 由专业人员以高规格实验装备进行 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做这个实验一定要在P3实验室 我们也找了很久最后才终于找到 这个已经拖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就用这个方法 结果证实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漫漫长路终于在找到了成功大学之后 有了一大突破 而开启这项研究的起因 其实是出自于身为泌尿科医师的沈正皇 临床上的肾脏移植患者 因为需要服用抗排斥药物 造成免疫力下葬 导致潜伏在体内的病毒被活化而繁殖 直接破坏移植的肾脏 因此便利用了小法加RNA去抑制病毒的繁殖 也因为在细胞实验当中看到了很好的结果 他就进一步的延伸到了肺腺癌 以及膀胱癌来进行实验 发现确实都能有效抑制肿瘤细胞成长 而正好就在这时候遇上了新冠疫情爆发 才让医师联想到了或许同样的技术 也可以应用在新冠病毒上 在肺癌的时候发现说我们用一个方法 可以使肺腺癌缩得很小 就是用那个划夹弯核关酸干扰 结果就刚好那一篇做完之后 也判在期刊上面 刚好2019年底 那2020年那个SARS就刚开始 RNA的应用呢 我们除了可以 我们一定会知道现在我们有很多RNA的疫苗 那这些RNA的疫苗叫它 它就会产生这个新冠的那个表面的蛋白质 那让我们身体产生疫苗出来 这个是RNA的用处 那这个研究的用处是反过来 我们要让那个新冠的RNA 它没有办法产生蛋白质出来 那所以呢它就是利用一个小分子的 跟它刚好互补的一个RNA跟它结合这样 但接下来又面临到恐怕是更艰难的挑战 就是如何开发成药物实际应用在临床上 让新冠病人得以获得治疗 甚至是达到预防效果 一个可以做喷剂嘛 所以直接喷到鼻子里面去做预防 那如果做治疗的时候 我想呢也是可以用这个方式 或者是就是用喷剂里面有那个病毒可以带进去 不过这些呢都是要经过比较严谨的人体的 临床试验才可以能够实际应用 目前团队正在研发鼻喷剂 以及进行专利认证中 不过因为涉及到病毒相关的研究 未来还得再经过严谨的人体临床试验 才有可能实际推出药物应用 但仍是为新冠病毒的防治和治疗露出了新曙光 感谢观看